这么多的虫子怎么抓来的呢 这还要说到朋友上回拿来的那箱木头 不过严格来说应该是半箱木头半箱巨木 像这种质地坚硬的沉木 虫子根本咬不动 所以毫发无伤 但那些松软可口的杜鹃根 被丧心病狂的虫子 啃得渣都不剩 说是灰飞烟灭 那简直一点都不过分 你看这根就只剩下一层皮了 有一些虽然没被啃完 但也被精心雕琢了一番 很精致啊有没有 看看箱子里这些粉末 非常细密均匀 是进餐时候掉的饭渣 反正是触目惊心 那虫子都哪儿去了呢 我们考古之后 惊奇的发现 居然一只活着的虫子都没有了 我想他们大概是因为盲目开采 导致资源枯竭 最后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这个可怜的小玩意儿 我想你曾经也是快活过的 最后我们发现 这个庞大的虫子家族 居然有多达40位以上的成员 好吧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共同为自己曾经的快乐时光买单